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让我们深入探讨 首先 副总统贺锦丽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 总统拜登对此决定表示高度赞赏 称沃尔兹是一位有原则且高效的领袖 然而 前总统特朗普却对沃尔兹进行了猛烈抨击 称其将成为史上最差的副总统 其次 印尼对中国进口纺织品的反制措施引发了国际关注 廉价的中国纺织品使印尼本地纺织业陷入困境 导致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 印尼政府计划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和鼓励本地生产来挽救这一局面 最后 我们来看看2025年即将到来的增强运动会 这一赛事将合法使用增强药物 旨在探索人类身体的极限 虽然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争议 但支持者认为这将使比赛更加公平 这些新闻无意不是挑战和冲突的交织 无论是美国政坛的激烈竞争 还是国际经济的相互较量 还是体育界的创新尝试 都显示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卡玛拉 哈里斯正式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 他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这一决定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美国政坛两大阵营之间的争论与评价也随之而来 媒体的聚光灯纷纷投向这对新组合的未来 总统乔·拜登对此举表示了高度赞赏 他称贺锦丽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并对沃尔兹给予了极高评价 拜登形容沃尔兹是一位坚强 有原则且高效的领袖 认为他将成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有力声音 拜登还强调 贺锦丽和沃尔兹将成为个人自由和美国民主的最强捍卫者 确保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拜登的这些话不仅是对沃尔兹个人能力的认可 更是对民主党未来政策方向的肯定和支持 然而另一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则猛烈抨击这一选择 称沃尔兹将成为史上最差的副总统 甚至比贺锦丽更差 特朗普进一步指责沃尔兹会开放边境 让最恶劣的罪犯进入美国 并且会成为贺锦丽气候和能源政策的橡皮图章 特朗普的这些言论 显然是为了激起共和党支持者的愤怒和担忧 同时也是对民主党政策的全面否定 共和党阵营的猛烈反应 让这场竞选显得更加激烈和紧张 沃尔兹的政治生涯 可以追溯到他在明尼苏达州的服务 他以务实和高效的治理风格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在担任州长期间 沃尔兹推行了一系列 有利于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政策 包括提高最低工资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以及推动教育改革等 这些政策不仅提升了他的政治声望 也为他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 贺锦丽选择沃尔兹作为竞选搭档 显然看中了他在州长任期内的出色表现 和在政策上的坚定立场 沃尔兹的加入 毫无疑问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 增添了新的力量和信心 贺锦丽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 沃尔兹是一位有原则的领导者 他的经验和智慧将为竞选团队 带来巨大的帮助 竞选活动中 贺锦丽和沃尔兹将面临来自 共和党的强大挑战 特朗普的猛烈攻击和批评 预示着这场竞选将异常激烈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显然对沃尔兹充满敌意 他们认为沃尔兹的政策 将会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 造成严重威胁 然而 贺锦丽和沃尔兹并没有被这些攻击吓倒 他们表示将继续坚持自己的政策主张 努力为美国人民争取更好的未来 他们相信通过团结和努力 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 总而言之 贺锦丽选择沃尔兹作为竞选搭档 是一个充满战略意义的决定 无论是拜登的赞赏 还是特朗普的攻击 都显示出沃尔兹在这场竞选中的重要地位 未来的竞选之路将会充满挑战 但贺锦丽和沃尔兹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接一切可能的考验 沃尔兹在接受这一任命时 表示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 并承诺将全力以赴 他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感慨道 从一名高中教师到国会议员 再到州长 我一直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现在能够作为贺锦丽的竞选拍档 我感到无比荣幸和激动 沃尔兹的加入 无疑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 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力量 他在明尼苏达州的执政成绩斐然 特别是在教育和公共安全领域的改革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例如 他推动的教育改革计划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 还改善了教师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此外 沃尔兹在应对新冠疫情期间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成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保护了民众的健康和安全 沃尔兹这些成就 使他在明尼苏达州乃至全国范围内 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信任 他的领导风格务实且富有同情心 能够与各界人士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些特质无疑将为贺锦丽的竞选活动 带来积极的影响 在未来的竞选过程中 贺锦丽和沃尔兹将面临诸多挑战和考验 然而 他们的合作无疑将为民主党注入新的希望和动力 贺锦丽表示 他和沃尔兹将共同努力 推动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政策 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总的来说 沃尔兹的加入 不仅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增添了新的力量 也为美国的政治舞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人们期待着这对搭档能够在未来的竞选中 展现出色的表现 为美国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与此同时 在全球范围内 还有其他备受关注的新闻事件 例如 印尼的纺织工业正因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而苦不堪言 计划采取反制措施 近年来 廉价的中国进口纺织品大量涌入印尼市场 导致本地纺织企业难以竞争 许多印尼纺织厂纷纷倒闭 工人失业率不断攀升 为了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 印尼政府计划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 包括提高进口关税 加强市场监管 以及鼓励本地生产 印尼纺织协会主席表示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恢复本地纺织工业的竞争力 保护工人的就业机会 此外 2025年即将到来的增强运动会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这一赛事将允许运动员合法使用增强药物 旨在探索人类身体的极限 增强运动会的创始人表示 这一赛事将为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数据 同时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体验 尽管这一赛事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但支持者认为 增强药物的合法使用将使比赛更加公平 因为所有运动员都将有平等的机会使用这些药物 然而 反对者则担心 这一赛事可能会对运动员的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从政治到经济 再到体育的多个领域 沃尔兹与贺锦丽的竞选组合 为美国政坛带来了新的希望 印尼对中国进口纺织品的反制措施 将对全球纺织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以及增强运动会的到来为体育竞技开辟了新的篇章 人们期待未来的发展 并希望这些事件能够带来积极的改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 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作为竞选搭档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不仅在美国政坛 引起了强烈反响 也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 总统乔·拜登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称贺锦丽的选择是明智之举 拜登形容沃尔兹为坚强 有原则且高效的领袖 认为他将成为工薪阶层 和中产阶级的重要代言人 拜登进一步指出 贺锦丽和沃尔兹将是个人自由 和美国民主的坚定捍卫者 确保美国在全球舞台上 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则猛烈抨击这一选择 他批评沃尔兹 将其形容为比贺锦丽更差的候选人 甚至称沃尔兹会开放边境 导致罪犯涌入美国 并且会盲目支持 贺锦丽的气候和能源政策 特朗普的言论 显然是试图激起 共和党支持者的不满和恐惧 同时全面否定民主党的政策 蒂姆沃尔兹的政治生涯 始于明尼苏达州 他以务实和高效的治理风格 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州长任期内 沃尔兹推行了多项 有利于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政策 如提高最低工资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和推动教育改革等 这些政策不仅提升了 他的政治声望 也为他赢得了大量选民支持 贺锦丽选择沃尔兹 作为竞选搭档 显然是看中了 他在州长任期内的出色表现 和坚定的政策立场 沃尔兹的加入 为贺锦丽的竞选团队 增添了新的力量和信心 贺锦丽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 沃尔兹是一位有原则的领导者 他的经验和智慧 将为竞选团队带来巨大帮助 沃尔兹在接受这一任命时表示 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 并承诺将全力以赴 他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高中教师到国会议员 再到州长 他一直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沃尔兹在明尼苏达州的 执政成绩斐然 尤其在教育和公共安全领域的改革 赢得了广泛赞誉 他推动的教育改革 不仅提高了学生成绩 还改善了教师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此外 在应对新冠疫情期间 沃尔兹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成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保护了民众的健康和安全 沃尔兹的领导风格 务实且富有同情心 能够与各界人士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未来的竞选之路将会充满挑战 但贺锦丽和沃尔兹 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共同迎接一切可能的考验 他们表示 将继续坚持自己的政策主张 努力为美国人民争取更好的未来 总的来说 贺锦丽选择沃尔兹 作为竞选搭档 是一个充满战略意义的决定 无论是拜登的赞赏 还是特朗普的攻击 都显示出沃尔兹 在这场竞选中的重要地位 人们期待着这对搭档 能够在未来的竞选中 展现出色的表现 为美国的未来 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贺锦丽选择蒂姆·沃尔兹 作为竞选搭档 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沃尔兹曾任明尼苏达州州长 他的政策深得人心 特别是在教育和公共安全领域 拜登总统的称赞也是实至名归 沃尔兹确实是一位高校有原则的领导者 反观特朗普 他的批评只能视为极度和无谋的政治攻击 沃尔兹的务实和同情心 将为民主党带来新的希望 哦 楚天书 别忘了 沃尔兹的高校可不是人人都买账的 特朗普说的有道理 沃尔兹在开放边境问题上一直是个软淡 这可是让很多美国人担心的 再说了 他的政策只会让犯罪率上升 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保护者 笑话 他的教育改革和疫情应对确实看起来不错 但别忘了 他的措施付出的代价可是相当高的 啊 谢琪琪 看来你是忘了沃尔兹在疫情期间的卓越表现 明尼苏达州在他的领导下成功控制了疫情 保护了无数民众的健康和安全 这可不是每个州长都能做到的 再者 沃尔兹的教育改革提高了学生的成绩 改善了教师的待遇 这可是实打实的成绩 不像某些人 只会喊口号却没有实际行动 楚天说 你说的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 但你忘了 沃尔兹的政策可不是每个人都认同 提高最低工资 那可是让很多小企业主头疼的事情 他们的运营成本直线上升 至于疫情应对 很多人认为他的措施过于严格 导致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 如果沃尔兹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呢 谢奇奇 你不觉得这些反对的声音 正是因为沃尔兹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吗 他在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中的支持率 可是非常高的 提高最低工资 是为了让更多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这难道不是政府应有的责任吗 至于疫情措施严格 这正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说到经济打击 这可是全球性的问题 并不是沃尔兹一个人能左右的 楚天说 你说话倒是很漂亮 但现实是 沃尔兹的高效带来的不只是好处 很多商家因为他的政策而倒闭 员工失业 这就是你所谓的有尊严的生活 再说了 他的气候和能源政策可不见得对美国经济有利 你要知道 特朗普可是商业大亨 他对经济的理解可不是沃尔兹这种只会做好人的政客能比的 川普会重返白宫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